歡迎大家收看港英 港英 港波經的前瞻 現在大家都知道我們一週有兩個節目推出 當然有回顧前瞻 大家記得如果不想坐過節目 就記得按鈴鐺 也希望大家多點留言 like我們的節目 讓更多人認識到我們 你看到我們都很踴躍回覆留言 你們說的我也有說 就算我不回覆留言 我和Donat私底下都會說你的留言 因為實在太好笑 我不可以說好笑 我們很認真 還有很多球迷在留言 我們是記住名字 我們真的有記住 我們不會公開說 也有一些PM跟我們聊天 也歡迎你們 我們會盡量和大家交流 也想說除了足球的問題 足球的東西交流 來你入口的問題 疑問的問題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去PM我們 我們也會盡量解答 我們不敢說我們是專家 不過我們是過內人 我們很貼地 我們貼地 好 那你馬上去金周 因為足總盃有八場賽事開打 所以金周英超聯賽的比賽數目是比較少 但無論如何 我也要說一說足總盃有什麼比賽要打 就是要看一看大家 曼城會對班萊 我不知道這隊是什麼組別級 班萊應該是英格 然後石非聯對玻利班流浪 然後白禮頓對金士比 然後曼聯對富咸 八強的足中盃賽事 所以金周英超聯賽會少了 另外我想說 Tommy有兩場英超第一賽程 星期三其實也有 歐聯的期間也有英超賽事 就是白禮頓對水晶宮 以及收藍頓對班萊 有歐聯 大家都看歐聯 當然不會看這兩場 我們前瞻也不會說那兩場 所以我就沒有買出來 因為那兩場前瞻對我們的大局 應該也沒有大影響 因為我們都已經覺得 Tommy 尤其是覺得 新林頓已經死了 那我們就慘了 好啦 好 我們就留在這裏 森林主場有幾壓 我們集集主場都說一次 我再提一次 3月10日之後 到現在是沒有輸過的 要對著紐卡蘇 大家都知道 紐卡蘇也是防守力很好 但是進攻 大家都知道 亞美朗有很多場 所以上次有球 伊勢也入球 今次對著有拿華斯的森林 究竟紐卡蘇是否可以拿回分 繼續 爭逐前死 另外再提一提 森林一定要說哪個球員 連王 Tommy 也說連王又不出了 連王又不出了 我也不知道森林是誰 森林最近入球多 有個Johnson的前鋒 其實他整體換了很多個人 其實他有個別的球員 有中上游的水平 但我必須提提 拿華斯一定最大牌 也不用說了 劉卡蘇的功力真是一般 就算他剛剛復蘇叫爺二比一 但是亞美朗近12場入第二球 再對上他入球多厲害 大家不用說了 他的能力 卡蘭威爾遜有沒有一球很久 所以換了阿薩克出來就好一點 但阿薩克始終還未達到 Tommy的水平 尤其你也覺得 我也覺得 他太單薄了 因為我們有看直播 太單薄了 他明顯是跑得很快 很有能量 但我不敢說力量 因為你說真的太單薄 真的太單薄 他簡直是扁 他不是瘦那麼簡單 他的身體很薄 我覺得他的技術很好 我看速度很快 但如果要在英超上一層樓 或者適應得更好 不要太容易傷 起碼傷了很久 可能真的要大隻一點 但紐卡蘇的功力 來到這裡大家都知道有多少 在森林的主場 尤其是升級了的防線 Din Henderson也不錯 但加入了歐冠級別 小杯等級的紐卡蘇 龍門就起碼受得住 不容易入 所以我覺得這場球 很有機會是和的 因為紐卡蘇本身已經難入了 本身紐卡蘇也是一種和波專家 防守力很強 所以這場球我猜是和的 我分別還要猜 可能是 零零零 可能是有機會穿上去 有好台 這也很像 好 星期六 星期六 始至歐洲賽的艾瑪利 戴維拉中規中矩 不愁互給 又上網 不愁的目標 跟車道士一齊 現在就 來到這裡最後十多周 你都很難看他上去多少 雖然主場對十多名 現在十七至十八名 搬尼茅夫 總之我記得是戶級24分 作客 維拉有保證嗎? 我覺得維拉也有保證 我也覺得這場應該贏球 對班尼茅夫是贏球 不過看搬尼茅夫 不是搬尼茅夫 不是搬尼茅夫 對 搬尼茅夫 對 戶尼茅夫 對 戶尼茅夫 對李薩成 李薩成尋得太厲害 羅渣士似乎是 拿了二十多分 好了一段時間 拿了二十多分 又要尋回到現在 你覺得他能夠多分嗎? 我覺得李薩成又不用說話 人腳他真的不用說話 只不過他應該緊緊衝線 我覺得緊緊衝線 筆記厚望 再來 剛好星期三 死完一陣 主場回到是一對熱刺 是 那是否也要死掉了呢? 西藍頓 畢竟上場都得了一分 對著蚊子 主場對熱刺 但我自己覺得西藍頓也是輸的 我覺得西藍頓 也未必如此予取予奎 因為我記得哪一隊 淘汰曼城 在高賽 是西藍頓 我說過那隊西藍頓 如果他長場踢到這個級別 根本就不會在護球隊 所以他的球員 是真的有機會可以去到 打贏曼城的級別 當然 要怎樣才能拆到這個隱藏技術呢? 就不知道 你覺得熱刺這麼反覆 是否也能繼續維持著 贏對贏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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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 始終熱刺有一個穩定的得分點 就是卡里簡尼 他真的穩定得分 我覺得他能夠入球 他要守著西藍頓的攻擊 西藍頓攻擊真的太弱了 西藍頓就扣死球 只有一個死球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只要熱刺就過了 基本上入到1比0 一球已經贏了西藍頓 這個我也認同 我覺得 要摩就和 要摩就是熱刺贏了 沒有第三個選擇了 沒有機會 西藍頓 我也想說完 Tommy繼續說你 你完 狼 互給大戰 狼 對 對 狼 狼 對 對 又不算是很狠 互給得晃 列斯 現在是19 一定要搶分 高過薩蘭頓2分 對 對 就是壓住薩蘭頓 對 剛剛上週 和了2比2 打和白禮頓 狼隊 剛剛輸給二次 對 但是狼隊的戰況 球隊的戰績 沒有反映到 他已經改善了的戰情 以及陣容 即狼隊也屬於有少少海鮮味道 可以嗎 其實他也是不知為何 握著這樣的人腳的攻擊力那麼差 是不理解 因為我們從季初開始都說 他握著半隊葡萄牙國家隊 但其實去到世界盃的時候 他只剩下兩三個國家隊 因為踢得那麼差 即是太差 其實本身有很多葡萄牙國家隊 但因為英超上半季 即是世界盃之前 他真的太頑皮了 最後只有幾個入選 即是你想想 他所說的球員的名氣 馬華斯 是 墨田 是 剛剛新傳會那個 我忘記了 不是叫紐尼斯 那個中前場攻的球員 都是很厲害 都還未算 阿 Chan 他還有韓國各個 是韓國各個 每個都大名 都不能說為差 龍門 角腳 是 這個陣容 怎麼可能互給呢 反而 烈斯 我們反而不認識 烈斯只有一個美國角腳 其他隊員 即是我們孤陋寡民 有烈斯的粉絲留言告訴我 有誰就留意了 除了龍門 我經常覺得他憑什麼是英超踢球 有人說他反應很快 年輕人 由上任領隊比爾莎開始 我都說 為何要把這個球員做正選龍門 我一向都覺得他沒有理由 除了反應很快 上三下路都是錯的 我都不知道他憑什麼 如果烈斯不是 我沒有印象 所以我不會評價 很年輕人的龍門 又輕出腳快 有些腳快就很反應 但我不覺得他是一個英超級別的龍門 是 好了 我們再下去了 今場 我們重點說 最後兩場 車路士對俄華頓 阿仙奴對水晶宮 倫敦打比亞 先說車路士對俄華頓 兩隊都是藍色做球衣 所以大家不要混亂錯 考考大家的眼力 誰是誰呢 大家留言告訴他 也不用留言 大家一定知道 左上角 今場主力我講 為何我抽了幾個球員 最主要是 因為大家期待已久的 簡迪復出 今天周中 車仔也要打歐聯 鋼鐵歐聯 浩特說 未有這麼快 但目標 我是說 簡迪復出 簡迪復出 整隊車路士都升級了 當然 他復出的狀態有多少 不知道 但告訴大家 有覆蓋七成可陽的簡迪復出 也不是這麼簡單 還有擺位又會怎麼擺呢 至少要正防中 真正 任何一隊球隊都有真正的防中 已經差很遠 他的攻擊球員的能力 至少要左爭路 現在沒有左爭路 至少 按授法人 歐斯可以主力做進攻 對 至少不用守得那麼辛苦 現在暫時 都是靠他的手 跑進跑進 還有 還有 歐斯珍斯 幾乎是 史丹還是上場 歐冠入球 對 又上了 又復出 剛剛的聯賽 因為Harm String 然後 再到 孟治 孟治 在歐斯珍都沒有出場 都是因為受傷 然後 還有誰 但是可惜 泰亞高斯華 確定雙出六周 泰亞高斯華雙出六周 就不會踢 接下來 艾斯比利古打 也不會踢 暫時 兩位老將 對 攻擊陣容 簡敵提升後 攻擊陣容 任擺 歐斯珍斯的右路 又出來了 相差很遠 歐斯珍斯真的相差很遠 接著 我們說完車路士的雙兵 愛華頓的雙兵 都不能選擇 卡法路雲 又出來了 是50-50 公佈了 未確定 但是 上一周 就說明沒有機會 是 現在說50-50 卡法路雲 都是可惜的 雙追人 是 都有說了 有他和沒有他 是兩個level 是 今場如果出不了 車路士不吃 主場 因為 隨著他三連勝之後 其實我覺得 車路士是會一波連勝 試氣 是 試氣 再看上去 還有 再看上去 賽後 有些球員 他自己說 我們也覺得 指揮方釋 這次你看到 11號仔 飛利席 借回來的 飛利席 左套菱 左套菱 他自己也說 很喜歡車路士的球 我不知道 你會看見 一些球員 不知道是否 球員會混合 還是怎樣 他們正在輸球 但是他們覺得 支持樸達 又覺得對球 不是打得這麼差 至今贏球 他們已經回復正軌、反底 我覺得沒有外界所說車路士那麼亂 只有球員自己內部去看 因為有些東西外間去看 你一邊輸球就覺得你很不行 但可能當你自己在溫對球的時候 你自己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可能不是大家外間說得那麼差 我覺得球員也對車路士自己有信心 我回顧的時候也說過 有球評家也說 Porterball現在成型了 中場起碼見到墨落 再加上簡迪復出 打通任何耳脈 我覺得簡迪任何球隊有簡迪的耳脈都通 簡迪近這一屆上了太久 而且始終都老了 車子也對他在折折折折折折 當然簡迪剛剛復出 也不能夠寄予他一出來就跑雲全盪 師傅沒有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入他中路 但如果安數範圍比較年輕 如果他們兩個第一場配合 如果有化學作用就不簡單 就不簡單 另外再說愛華頓 我為什麼還要截圖誰呢 說你不知道是誰 真的不知道 愛華頓 其實還有一個球星 柳卡素轉位過去的唐辛 很久了 真的認識了 你說我知道 唐辛 其實在愛華頓 除了卡法洛雲之外 他就是最強的進攻主力 他在柳卡素之前 是不是其實應該在熱刺過去呢 唐辛 是 熱刺年代的唐辛 就是當時的大勝野走了之後 是 他就叫擔大棋 是 下下拿著波 以為自己是大勝野 直推狂轟 但是他是有直推狂轟 他是有做到事情的 不是 唐辛在我的印象之中 不是 直推狂轟 沒有了 是 但是直推狂轟 他有叫做進攻幫倒下手 因為在這麼單薄的陣容裏面 是 當時這麼單薄的陣容裏面 其實呢 怎麼說呢 其實他等於 哪一個 水晶弓主力 是啊 我知道沙霞 是啊 就是那些 一模一樣 他其實都是打沙霞的打波 就是你有空位 就他爆 然後他有些腳頭 是啊 是啊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只有這麼多 他只有這麼多資料 是 唐辛呢 我就是覺得是這麼多資料 因為你一說我很有印象 因為熱刺球員 還有唐辛呢 是 還有一腳死球 是 死球我沒有什麼印象了 唐辛的死球是有的 有軟射有死球 是 起碼他多範波 是 對埃華 不是 他軟射是狂轟 不是入的 不是軟射那些就是你要上場話 奧迪加特那些什麼狗射那些 不是他是的 你不要管他有神來之筆 是 他真的有 他也有 和李猜神差不多一個數字 不是開玩笑的 我不是想抽水 而是他真的有的 他有的 他有作供有入球 他真的有的 他已經消失了在我眼中了 他因為今季到現在還是商柬 但是上一季 奧迪沒有他 他一級也無法監獄 是 更深 亦都宣佈繼續出不了 哈哈哈哈 我要說他繼續出不了 是的 但是有帕特辰 另一位奧迪的青分主役 出來了 唐辛在這裏說一說 因為都要說 淡定季尾是有機會復出的 所以對護盤級的奧迪可能還能幫到客人 但是 whatever 暫時到現在 奧迪最主要是 沒有卡法羅雲 奧迪都很敏 如果50-50 就可能有得打一下 即是車路士都 最少1-0 因為其實奧迪沒有卡法羅雲入球很難 是的 奧迪我都數不到 還有誰入球 如果沒有卡法羅雲 即是沒有人入球 他就是搞肉機 三輪搞肉機 對 三輪搞肉機 安娜牙 那些 但是搞肉機對車路士 你覺得如果沒有戴高斯華 他能不能拿到這麼硬 車路士的後防線都很硬 都很硬 你才知道出來了 你才知道到很硬 也是 我又不是太害怕 而且現在車路士的中前場 都是年輕的有活力 當然 整體的陣容車路士 亦都 歐洲強隊 實際上和深度 這樣跟愛華頓 如果打回主場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對車路士都會 投資信心一票 對上 我也要說一說 其實 愛華頓 都不敗 然後 車路士當然不用說 三連勝 是 以往 原來 厲害了 從來 兩隊都是1比0 1比0 或1比1 真的 再來 都不用說 都不用猜 哪隊贏得多 當然是車路士贏得多 是啊 所以這場球 你認為是 贏了 車路士贏了 我覺得是車路士贏了 1比0 1比0 這麼保守 你打算有大手加益 我覺得大手加益 我是覺得大手加益 我不覺得 當然 撲達這隊球 剛剛溫馴 對上車路士幾場比數 都不見 3比1 對李薛成 我覺得 愛華頓的後防 不太穩 是啊 如果車路士開行Turbo 現在提升了 我覺得有2-3球 是啊 我會覺得有2-3球 但我覺得愛華頓能入球 2-3比1 那些 OK 好 到倫敦打比了 倫敦打比 倫敦之王 暫時 阿仙奴 主場會對著水晶弓 其實水晶弓 近屆我們對著水晶弓 都覺得難踢 其實水晶弓比較硬 你看回 上季 上季 我們作客水晶弓 輸3比0 那時候還叫做爭四大戰 一段時間 我們輸給水晶弓 那時候打擊很大 很記得 我們主場也贏不到水晶弓 所以今年季初的時候 第一場 第二場對水晶弓 我們作客 阿仙奧球迷也有點擔心 幸好 或者叫做霸氣初露 2比0 因為水晶弓 因為之後 水晶弓要對著硬的東西 對法國原來水晶弓很難踢 是 今屆水晶弓的作客成績 其實都頗差 因為今屆水晶弓 水晶弓只贏了兩場球 贏了兩場球 都是贏護級球隊 中下游球隊 作客贏了 搬離茅夫 還有作客贏了愛華頓 所以其實他的作客能力有點頑皮 入球也不多 所以這場球 阿仙奧我自己覺得是頗有信心 因為贏了之後 阿仙奧 因為今週 萬成要打中中盃 所以如果贏了這場球 阿仙奧拿著8分的優勢 進入國際賽期 對 進入國際賽期 其實有很大的心理優勢 或者緩衝 緩衝 對 這場球我自己覺得是大勝的 大勝嗎 大勝 我先說一說 其實水晶宮 你說他贏不了 差也好 其實他從來都沒有大敗 當然是對熱刺一場4比0 輸過主場 富咸3比0 愛華頓作客3比0 但是沒有特別的大敗 對萬成作客 都是4比2 4比2當然輸了 4比4球 但他都入了兩球 其實兩球的落差也不算 但要說回那個季初 但到了近季 近幾場 我都不要說得完 嗯 由曼聯開始 主場對曼聯1比1 除了2月4日 我們也有過關的節目 塞兩球之後 八場沒有試過塞兩球 是嗎 我自己因為相信 你看到我的圖 就把耶穌放進去 因為我其實 每故節目都說了 是 前線攻擊球員 實在是開始多 和狀態是好 托沙狀態好 沙卡不用說 然後馬天尼也不用說 奧迪加特也入了球 然後李爾遜後備出來 他也有狀態 狀態也不是差 再加上耶穌出來 其實前線的攻擊 那個變法 還有他們那幾個人 功能是相近 但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不同的擺位 所以我覺得 在這麼多被攻擊 的組合底下 我覺得阿仙奴好像 對富咸那樣 都是有些 我不敢說 我覺得贏後 不會太難 還有主場出擊 對這屆阿仙奴主場 我自己入球已經很有信心 所以我覺得 你不會是入一球那麼少 我覺得起碼 都在講兩球以上 OK 好 我們拭目以待 因為始終 水晶宮 擁有阿仙奴比較害怕的 絞肉機 那些黑打黑搶 還有死撞爛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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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自己就不是很害怕的 對 好了 今集的前瞻 就到這裡 很快 下個星期又回來 和大家回顧了 好 看看我的股票 和你的股票比數 對不對 好 OK 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